真实世界 有时候你是不是会很费解 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绝伦的事 但这些事真的就是发生在你我共同生活的真实世界 如果你透过一些表象触及内核 你会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 还是和人性有关贪婪 恐惧孤独虚荣自私迷茫 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选择 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元券 我们这些金融行业之外的人 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 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 看完这篇文章 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感受 一 1948年7月29日 蒋介石在墨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 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 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 尤其是在东北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 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 长春和锦州三个互部连接的区域内 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但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蒋介石在墨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 却不是谈军事 而是谈令一件事 钱 由于内战 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 财政赤字直线上升 但在这关键的时刻 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 法币挺不住了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 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 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多年抗战 财政吃紧只能大量印制法币 到抗战结束时 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5569亿元 比全面抗战前夕增长了约400倍 面额为1000元的法币 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以100元法币为例 在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牛 到1938年就只能买一头了 到1939年只能买到一头猪 到1941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 到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 而到1948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发动内战后 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 所以只能引阵止渴 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 在这样的背景下 到1948年 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 达到了全面抗战前的47万倍 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窘迫景象 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 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 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 曾试图用抛售黄金来回笼法币 稳定物价 结果一边是抛售中央库存黄金的60% 回笼了1万亿元法币 一边是政府又加印了3万多亿元法币 最终宣告计划失败 再加上黄金风潮案 宋子文只能引就辞职 经济如果垮了军事肯定也垮了 面对这样的境况 蒋介石只能把经济工作会议摆到了军事工作会议的前面 先解决粮草才能有人打仗 怎么解决 蒋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揽子解决问题 放弃法币 发行一种新货币 避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牵扯到方方面面 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 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 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 还能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避制改革吗 面对众人的劝阻 蒋介石却一定要改 因为他信任一个人 二 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部长王云武 王云武是三个月前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 他其实并非金融专业科班出身 而是一个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必须承认的是 商务印书馆在王云武主政时期局面为之一心 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 可以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王云武也颇有经营头脑 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办得有声有色 也正是因此 王云武被当时负责组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浩 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随即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拿出避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其实当时蒋介石是让于洪军和王云武各拿出一套方案的 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于洪军 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币本位 用新币负责缴纳税收和买卖外汇的温和改革方法 按这个方法 大概能将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 提高到支出的40%到50% 王云武 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减字法 但是蒋介石全盘否决了于洪军的方案 因为他更看好王云武的方案 彻底推翻法币 推出全新币种金元券 王云武的方案是这样的 新推出的金元券 美元法定含金0.2217里 由中央银行发行 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免额为1元 5元 10元 50元和100元 金元券1元 折法币300万元 折东北流通券30万元 在1948年7月29日的墨干山会议上 蒋介石正式认可了这套方案 但他有点不放心 在31日专门咨询了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家敖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银行家张家敖一点都没给蒋介石面子 直言不讳地指出 政府要发行一种新币 必须要有充分的现金或外汇储备 而且要能保证 新币的每月发行额度比就必减少 不然肯定会导致物价飞涨 新币贬值 而张家敖说的这几个必备要素 国民党政府当时一个都做不到 8月17日 蒋介石还是不甘心 在一次咨询张家敖 张家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8月18日 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张家敖 甚至把避制改革计划书的文本都拿给他看 但张家敖看完还是告诉蒋介石 你们肯定守不住20亿元的发行定额 新币中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大幅度贬值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 行要上 不行也要上 1948年8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避改方案 之后行政院也讨论通过 当天晚上 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通过广播播放 这份处分令除了说明金元券的面值 及其与旧币的兑换比例 还强调了一点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 白银 外汇 凡私人持有者 限于9月30日前收对称金元券 为者没收 张家敖自公权 蒋介石宣称 共产党最怕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世界大战 这个明年肯定会发生 第二样就是我们进行避制改革 稳定经济 三 1948年8月23日 金元券正式发行 应该说 情况有些出人意料 金元券发行后 全国的经济居然进入一段蜜月期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幸福 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知子杨晓佛对这段蜜月期印象颇深 国民党政府在正式推出金元券后不久 就下达了一个819限价令 即全国所有商品的售价以8月19日为准 一切交易不能超过此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住上海的杨晓佛 在头两天居然用4元金元券 买到了食品商店里 断货已久的美国产鲍鱼罐头 然后还用1.2元金元券 在南京东路的沙利文西餐馆 吃了一顿大餐 在金元券发行之初 由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坚决 又严格下达了兑换的期限 摆出了一副铁腕姿态 所以全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点将信将疑 但还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币等各种旧币 以及辛苦积攒的黄金 外汇都交到了银行 兑换成了金元券 8月23日 发行金元券的第一天 在江浙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 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 上海市民从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排队 很多人排到下午一两点都还没排上 8月28日 金元券发行满五天 全国已经有价值2720万美元的金银外币 兑换成了金元券 在之后的数周里 全国的商品价格受819限价令控制 也基本维持在金元券发行前的价格 国民党内部一片雀跃 财政部部长王云武自然也备受鼓舞 认为这次避制改革必将成功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作为亲历者的上海市民杨小佛很快发现了一些普遍现象 商店橱窗里虽然还稀稀拉拉的摆着一点商品 但都只展示而不卖了 饭店里的饭菜分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 就连早点铺的包子 油条 阳春面 居然也开始限量供应 卖完为止了 1948年8月 上海市民排队在银行兑换金元券 当时政府的表态是 逾期部队将被全部没收 情节严重者还将被投入监狱 而上海坊间还有传闻 政府进口了先进仪器 可以探测出墙壁加层中是否藏有黄金 一旦发现就要把人抓起来 一时间人心惶惶 这是典型的有恃无获的征兆 商人们在限价令的威逼下 开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积商品 减少损失了 而头一个月的内部消息 确实也不容乐观 金元券发行首月就超发了8000万元 相对于老是上脚硬通货的普通老百姓们 那些多少有些内部信息 获取渠道的工商业 企业主和金融资本家 早就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家底 所以纷纷开始耍起了滑头 在这个时候 退无可退的蒋介石 只有一招可以用了 用铁丸政策 让那些资本家乖乖带头就范 四 金元券一发行 蒋经国就被老爸蒋介石派到了上海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工商业高度发达 各种金融资本家的势力也盘根错节 可以说 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元券的兑换工作 关系到全国避制改革的成败 这一年 蒋经国38岁 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 所以 尽管他到上海时的头衔是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 于红军是正直 但人人都知道 黄太子亲自坐镇上海 是来显示蒋介石的决心的 对于这场上海打虎行动 蒋经国颇有信心 他定下的策略是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 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 那么 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蒋经国一到上海 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 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 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 首先 他舆论先行 发表题为上海向何处去 得告上海人民书 宣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 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 靠人家是靠不住的 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 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 不拍苍蝇 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 蒋经国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 走进他办公室的人 有商人 妇女 劳工等等 然后 蒋经国就真的动起手来了 践行用人头凭物价的承诺 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私逃外汇被判死刑 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 大队长欺在于因勒索罪被枪决 县兵大队大队长江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 身心仿制总经理荣洪元 美丰公司总经理韦伯祥 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建良 都因私逃外汇 窝藏黄金等罪被捕入狱 当时上海著名的百万富翁 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捕现场 上海媒体大肆报道 对人震慑不小 在这样的威慑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开始畏惧了 上海的煤炭大王 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 美金230万元 刘鸿生对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说 蒋太子满脸杀气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不敷衍不行啊 要防他下毒手 然而即便是这些工商业巨子 最多也只能算大仓益 蒋经国发现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前 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抛售股票 蒋经国随即带人闯进上海交易所 用枪顶着负责人让其交出所有账目 结果发现两个抛售大户 一个大户是财政部机要秘书 陶启明知妻李国兰 陶启明随即被捕入狱 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平 同样也被关进监狱 下令关押杜维平的时候 蒋经国不是没有犹豫过 因为杜维平有个老爹叫杜维生 上海滩一时轰动 蒋经国连杜先生的儿子都抓 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看到蒋经国如此铁腕 上海的市民们更加配合兑换金元券了 从8月到10月 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 美金3452万元 港币1100万元 银子96万两 在整个壁制改革过程中 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 收兑金额占全国的64% 杜维平和从犯公审现场 但是杜维平的老爸毕竟是杜维生 杜维生知道儿子被抓后 也不找蒋经国要人 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 召集的一次各行业企业家会议上 公开说了这样一段话 权子维平违法乱纪 是我管教不严 无论蒋先生怎样承办他 是他就有自取 不过 我有一个请求 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 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杨子公司查一查 蒋先生若是不方便 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这一段话把蒋经国顶到了杠头上 杨子公司当时违法囤积的货物 是全上海最多的 但杨子公司的董事长叫孔令侃 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孔令侃是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 孔宋两大家族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两大支撑 但是已至此决定破釜沉舟的蒋经国派人查封了杨子公司上海总部 并封锁所有仓库 上海舆论顿时兴奋起来 野生的小老虎被打完了 亲生的大老虎他真的敢打吗 就在杨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 宋美龄直接飞到了上海 当面要求蒋经国和孔令侃和解 蒋经国不肯双方大吵一架 不久之后 已经与中共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的蒋介石 从前线连夜飞到上海 把蒋经国臭骂了一顿 第二天 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杨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军已向社会局登记 而积极报道杨子案的大众晚报 正言报被勒令停刊 上海哗然 全国哗然 蒋经国当时还在上海照封公园 金中山公园 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 宣告成立由三千人组成的行政院勘乱 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一百多辆摩托车开路 几十辆轻行装甲车和一千多匹战马紧随 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 沿路高喊 严格执行819限架 不准囤积居棋 打倒奸商 只打老虎 不拍苍蝇 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一斌登门质问蒋经国 杨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 蒋经国黑着脸回了一句 我是尽孝不能尽忠 忠孝不能两全啊 杨子公司被放声 只拍苍蝇 不打老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 蒋经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 顿时灰飞烟灭 市场信心顿时崩溃 从十月起 上海的物价掉头急升再次飞涨 据民国记者 蒋经国的朋友曹巨人记录 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 喝得大醉 以至于狂哭狂笑 五 1948年11月9日 于红军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 顶不住了 截至11月9日 才发行三个月不到的金元券 已经印刷了19亿多元 逼近了当初20亿元的限额 但与此同时 因战争而急剧扩大的军费窟窿 却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吞噬着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于红军只能向蒋介石申请 尽快放宽金元券的发行限额 11月11日 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 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宣布取消金元券的发行最高限额 准许人民持有外币可以在银行开始流通 金元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 可折提黄金或银币 外汇汇率由原来亿美元折合4元金元券 增加至20元金元券 这等于变相承认避制改革方案失败 三个月时间 两份文件一来一去 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财富 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11月20日 各地授权银行的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开始办理 各个兑换处人潮汹涌排起了长龙 在上海 很多市民往往要露宿街头 才能在第二天黎明十分排上对去银行兑换 12月23日 对金元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 约10万人在银行门口挤兑黄金 结果造成踩踏事件 105人受伤 7人死亡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 于红军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 1948年的上海黄浦江边 1948年11月 国民党的一艘海星号基斯仑 由上海秘密开往台湾 上面运载的是国民党政府通过金元券 从民间兑换来的200万两黄金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开始往台湾运送黄金 关于国民党运送黄金去台湾的故事 请参考历史的温度2收入的 1949百万黄金大挪移 而此时 比各地人潮更汹涌的是政府开足机器印刷金元券的势头 仅11月一个月 国民党政府就印发了13亿元金元券 12月更是印发了49亿元 但这些数字和后面的印发数额相比 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截至1949年4月 金元券发行总额已经飙升到4万亿元 但这个数字还是太缺乏想象力 之后的5月仅一个月就发行了63万亿元 6月又印发了63万亿元 总额达到了130万亿元 是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时 印发总额的24万倍 金元券面额从原先的最高100元 突破到了500元 1000元 5000元 1万元 1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而当时一张100万元的钞票 能买到一个馒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6.到了1949年5月 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种种奇观 相继发生 在很多单位 到了发信日 以金元券结算的工资 是先统一发到一个人手里 而不是发到每个人手里 因为领到工资的人 必须以百米赛跑的速度 去兑换成银元 美元或黄金再发给众人 不然的话 可能就这几个小时功夫 领到手里的金元券 就只值几小时前面值的一半了 对于当时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 简直晚上连觉都不敢睡 因为睡觉前 可能自己的钱还购买一袋米 等一觉醒来 就只购买一碗米了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手歌谣 打街过三道 物价跳三跳 工资像团雪 放话就化掉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些看似是段子 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有人从浙江定海 往上海寄一封普通信件 需要贴价值16万元的邮票 每张邮票面额1000元 要贴160张 无奈之下 此人只能反过来 将信封贴在邮票上 信封贴在邮票上的段子 就开始流传开来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 早上去买菜 提了一个竹篮子 里面堆满了金元券 走到途中那集 他把篮子放在厕所门口就进去了 等他出来 发现竹篮子被人偷走了 那一堆百万面额的金元券 堆在地上 无人问津 500万元面额的金元券 金元券当时贬值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按购买力计算 1949年5月500万元面额的金元券 只相当于1948年9月1元面额的金元券 用万来做购买单位 早就已经不行了 当时上海一旦大米的价格是4.4亿元金元券 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精确统计 以每时大米有320万厘米计算 买一厘米就要130元金元券 当时的新疆政府还创造了一个至今仍无法被打破的世界记录 发行过面额为60亿元的钞票 而那张钞票当时在上海也就只能买到70厘米或一盒火柴 金元券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 就轻松超过了法币发行1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程度 7.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 但金元券还在全国范围内流通 只是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拒收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 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终于在6月5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禁止金元券流通 但是即便在逃亡广州后 国民党政府依旧在印发金元券 直到7月3日才完全停止 而且作为替代品 国民党政府随即又推出了银元券 一元面额的银元券可以兑换5亿元的金元券 只是在此时 早已信用全失的国民党政府 连最短的蜜月期也无法享受到了 在国民党统侠的城市里 老百姓都抵制兑换银元券 连国民党自己的单位和机关也拒收银元券 金元券一共发行10个月 成了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能也是极其罕见的 那位曾经做方案的王云武 在避制改革方案失败后 黯然引就辞职 但在1949年后 他还是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并且依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优待 有人曾分析 王云武不过是受蒋介石之命的背锅侠 而且不管怎样通过发行金元券 国民党政府还是得到了好处 从全国收集到了 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 银元和黄金 那都是全国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钱 馒头说1948年7月29日的那场莫干山会议 陈布雷也是参加了的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 而他更为人所知的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文胆 会上经济外行陈布雷一言不发 会后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陈布雷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 存入了银行 尽管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以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 陈布雷在会后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 让夫人王云墨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 去兑换金元券 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1948年11月13日 陈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杀 陈布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因为他认为自己选择的是代表国家 代表正义的一方 陈布雷自杀 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家产 被自己政府发行的金元券洗劫了 但确实和发行金元券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甚至可以说 这是压垮他对国民党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陈布雷对金元券迅速贬值的评价是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 个人利益被牺牲了 却便宜了金融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党军队拥有如此大的优势 蒋介石拥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 却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 被一开始明显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逆转局势 真的是一句一诗大意能解释的吗 但凡肯用脑子稍微想一想 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金元券的闹剧 当然不能被解读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唯一原因 但能为这场大溃败提供经济上的 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注脚 所以多读一点历史 还是有好处的 知道圣为何圣 败为何败 当然也能让人从中吸取教训 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以金元券改革决策内幕靠 张秀丽 中国社会